各位早晨,歡迎你們來到香港創投論壇網上直播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逆境創盈利》 我們進入Alvin會跟我們分享 作為天使投資者,用三個提示 如何教大家在逆境下做一些資訊 一會兒請Alvin 大家有很多朋友,先跟大家帶一聲招呼 大家好,早晨 很感謝OnePacific,我們今天舉辦了一個Webinar 是小弟第一次,獻出我第一次在這個螢幕上 好像報導新聞一樣,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最近的創投的發展 是不是有一個鏡頭? 我們可以跳一個鏡頭 有一點技術上的東西,我們可以先跳一個鏡頭 首先第一件事,我們今天想說的就是 其實在一個start-up 如何在疫情之下去做這個資訊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艱巨 有些朋友可能未必認識我的 其實我是從Teacher Firm Ventures 是一間angel investment company 在對上那三年,我們就投資了19個產業項目 不算太多,但也算是中規中矩 其實我們有一些都去了PA論的 一些investing 我們投資了之後,其實最重要的是 幫他們做broad hacking 在上一個section 大家都聽到,其實我之前主要是做 digital marketing company 因為本身我們都幫很多不同的start-up 去做broad hacking 以及我們很懂得用互聯網的媒體 去做digital solutions 所以變成我們可以有很多巧妙 今天我們focus在我賣了公司之後 我就做investing 所以其實今天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在這個疫情之下 其實應該怎樣去做fundraising 其實大家都知道去年其實都是很困難的 去年是很困難的 變了大家都見到很多investors 其實都開始變了沒有那麼積極去做投資 因為其實無論是social movement 加上現在的疫情 其實很多start-up 在找investor的時候都比較困難和痛苦 所以今天我希望跟大家解構一下究竟 現在剛剛的slide跳了 就是investors的thinking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是你要去到fundraising 你才要了解investors究竟在想什麼 我分開了兩大點 第一件事就是 上年來講 social movement 令很多investors 放棄不看香港住了 或者看其他的地區 其實我們最重要是在這個疫情之下 再加上現在的疫情之下 其實他們是想做什麼呢 其實他們思考 我可不可以去投資一些solid的項目 不可能只是一些燒錢的項目呢 其實好像現在的疫情環境 其實他們會比較focus 例如一些live at necessity 我們講醫食住行 吃都可能未必可以 現在是 很多時候 例如一些health care product 其實很多之前 例如說很多的口罩公司 你看到除了政府給錢之外 其實他們很多口罩廠 是突然間紛紛成立的 但是他們要計劃的 其實很多投資者 在背後發工 其實就做了很多這些投資 另外 E-commerce現在大爆炸 每個人都去網上買東西 就算沒有東西都去看一部手機 看看有沒有東西買的 所以其實在logistics 也很大痛苦 所以其實投資者也很好看 這個logistics 最後就是education 如果大家有小朋友 在家裡都知道 哇 老師也是很淒涼 在Zoom來教 一些材料都未有 那麼巧 我們去年就投資了一間公司 就是做online tutoring 專門幫DSE的同學去補習 老師就錄好一些東西 就補習 所以其實這麼巧 在疫情下 其實他們也算是增長 也算不錯 這些很多時候 我想你明白 投資者想的東西 和未來的環境 其實很有影響 所以相關 如果你是踩正在這幾個位置裡面 我會建議你現在積極去找投資者 當然 我講過 如果你B2C的話 就會比較難搞 因為現在投資者 就不是太想去投資VTEL 和Travel的行業 好了 那第二點 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那個叫做 投資者其實都很講technology 因為投資我們經常講風口 那風口是什麼呢 風口就是現在流行什麼的technology 那你都看到Screen的了 Screen都會看到 就是AI Blockchain 其實這些已經是閒話加長的 如果你現在的startup 沒有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難去集資的 好似上個星期我們才見到兩單是關於Blockchain的investment 我都覺得都很興奮的 其實大家可能 大佬 有AI有Blockchain 公司哪有這些東西 其實有時候 除了科技發展之後 其實Big Data 和Big Data 其實很重要 如果公司有很多的Big Data 很多數據 其實很重要 因為投資者都會看這些東西 什麼意思呢 例如投資者 他投資了一間Properties Technology的公司 他都很想有Properties的Data 如果這麼巧你公司 是做Data Analytics 或者是做Screen的話 其實對於投資者 也會非常有興趣 因為他會把不同的starts 去串聯在一起 所以我讓你明白到 其實投資者對於 這個technology的風口 是很重要的 好了 了解了投資者的想法之後 我們就看看 startup要做什麼了 有三個step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 我看到一些startup 他們經常說 Alvin我想要這個Valuation 那這個Valuation是什麼呢 其實是他心目中的東西 其實他在市場上是不知道的 例如我剛剛看到 這個禮拜前幾天 就看到一間startup 他說Alvin我想要5000萬的Valuation 去做Valuation 賣10%就500萬這樣 但其實很老實說 如果現在這個現代 是一個很early stage 來講的公司 5000萬Valuation 就有一點點離地 所以其實就盡量沒有困難 反而是多問一些你的前輩 你的隸屬的accelerator 或者一些機構 究竟現在的market 是什麼的Valuation 因為其實 competition 是 everywhere的 你的startup 又不是AI 又不是blockchain 又不是hottech 又不是一些已經有實質型的公司 其實是很困難的 變相來講 你想想你的對手5000萬的Valuation 人家已經投入AI和blockchain 可能如果你沒有這些技巧 是比較難吸引到投資者 最重要是CPValue 我用這個估值 在投資者眼光 就說 我用這個估值便宜一些 但我投到一些好東西 而不是這麼高的估值 他可以選擇 所以盡量就要考慮一下你們的Valuation 不要只是一個struggle 一找到Investor 肯落答的話 用落答這句是對的 即是他肯願意去投資的話 盡量不要太過堅持在Valuation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環境裡面 好了 第二點就是說 找Investor的tips 其實講了很多 Science Park 大家都知道 Friends & Family 現在就走出來了 因為其實正常的Investor 其實他們對於投資 是非常之小心的 因為很怕投錯了 一間start up 或者其他SME 都搞不定 在未來的時間 可能會做得差些 所以我會建議你多些 問你現有的Investor 去referral 因為Investor已經投了你們公司 他去再介紹 其他相關的投資者給你 都會相對有信心 其他比如LinkedIn 比如公總 甚至乎你回來 你的校友會 都會找到一些相關的朋友 但最重要的一點 其實就是 什麼意思呢 我講兩個最近 一個很有趣的投資 就是有一間公司 他找到的Investor 其實是他的兒子 同學的媽媽 所以有時候 小孩子的Network很重要 第二個Case是什麼呢 第二個Case是 他又找到一個投資者 他是Education 他找到投資者是誰呢 原來他找到他之前的補習老師 那個補習老師 就是現在的補習天王 其實你猜不到 你身邊原來是非投資者 類的人也有興趣 投資startup 因為現在投資startup 都叫做一個比較 比較down to earth 其實大家都很想去幫助 那個startup市場 不妨去Creative想想 你身邊有沒有朋友 對你的項目有興趣 如果你在正常的途徑 找不到 當然可以找我們 好 那最後就是 你要去調整你的pitch debt 因為很多時候 人家給我一個pitch debt 我還在說 可能是上一年 他去入Science Park Cyberport 那個開頭做的時候 的pitch debt 無論是Valuation 無論是Market的 Expectations 甚至乎估值 都不同了 例如在這一年 發生了這麼多事的時候 其實估值低了 其實在整體的環境 市場也有改變了 所以你要想的就是 究竟你的pitch debt 是不是有一些很重要的資訊 令到 投資者在這一刻 看你的debt的時候 他會覺得 嘩!我很有興趣 例如發生譜是什麼呢? 我的startup店出來 我其實是有生意的 有很solid的 的確記錄 如果你說Alvin 你給我錢 我們就去找生意 那我想 在現在的startup環境 就比較困難 投資者也沒有那麼有興趣 那麼solid actions 因為現在的環境 在未來半年至一年 其實經濟會非常不好 如果你的startup 還不是在剪輪 的話 其實會令到投資者很擔心 例如我們這幾天看了 很搞笑的 上年他會預計 會 burn 200萬 那麼他 burn到最後 其實公司都差不多沒有錢 我問他 咦!為什麼其實去年經濟可以走七 為什麼你都沒有剪輪 因為他跟我說 因為公司 其實每個月會 burn 20萬 所以他就會 burn到那裡 就開始再找投資者了 那麼這個其實令到投資者會覺得 其實你不懂得靈活變空 因為其實投資者在這個時間去找deals 其實最重要就是那個老闆 他本身是對於自己的公司 是很有社會的適應能力 經濟上的適應能力 那麼如果變成 原來看不到你公司是適應 現在你未來的三至六個月 甚至乎一年的經濟變化的話 你又不去剪輪廣告 又不做其他事情 還是大灑金錢去廣告的話 那就會影響到投資者對你的信心 好了 那麼其實以上就講了三個例子 那麼其實就第一件事就是 記得 記得 那個valuation 不要咬得太高了 第二點就是說 其實還有很多channel去找investor 不妨想想你身邊的朋友 以及你之前的不同的網絡 不一定要找investors去做投資的 另外就說 希望讓investor看到你的 adaptive changes去你的不同的轉變 那麼這個就是投資長找到的項目了 那麼最後就是 希望大家就透過以上的東西 就可以有一個idea 怎樣去希望在逆市裡找資訊 那麼如果你想要多些去找資訊 或者是找關於Growth Hacking的資訊 你也不妨在LinkedIn和Facebook上 我會和你可以繼續溝通的 好,謝謝 如果大家有資訊想索取的話 可以發電郵給我們 alice.onepath.net